各位好,我是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 今天大家看看我們去到一個什麼地方 就是日本的富士山 這個河口湖的地方 景色非常優美和很美 由於去了旅行 但都念念不忘 莊子老師的頻道的朋友 所以今天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展輯 講一下什麼呢 講慢性痛症 慢性痛症,尤其是在 慢性的腰背痛那裏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話題 一般 如果你有腰痛 超級痛 四到六個星期內 九成到九成半的個案 都是會完全的康復 但就有一些個案 一直都好不了 不知為什麼 在我們物理治療師的角度 很多時候可能因為 他的追加盤突出 很嚴重 在磁力共振上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端危 但是就有一些個案 就是磁力共振照了出來 不是很嚴重 傷勢又不是太差 但是那個痛 潛擾不散 甚至乎 就去到 我們叫做過了那個急性期 就是剛才我講的 四到六個星期 去到超過三個月 腰痛仍然是有的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有什麼的原因 會導致這個腰痛 潛擾不散 persistent 的一個 chronic pain 我們今天可以講一下 一個研究 2007年在英格蘭的 基爾大學 KEELE University 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就是 一班的 學者 一起 發展了一個 很特別的 一個 Screening Tool 我們叫 START START Back Screening Tool 如果有興趣的 找多些資訊的朋友可以留意 START Back Screening Tool 這個Screening Tool 就是有一些 關於 那個 Questionnaire 這個調查 有九條問題 有一些 是關於身體 上的痛症表徵 亦有些 心理上 心態上 對於這個痛 有什麼的感覺 我舉一些例子 給大家看 第一條問題 是關於 你覺得過往兩個星期 你有多覺得 不舒服 有多煩 煩 覺得這個痛 有多影響到你 是否覺得很煩 它有五分 一分就少少影響 五分就非常大影響 這個你自己可以 screen 自己看看 然後 亦有些問題 就是 痛會不會散到 除了腰之外 去到腳 其他的地方 甚至乎 有一些問題 你覺得 會不會令到你 穿衣 都覺得很困難 走幾步 都會覺得 不舒服 甚至乎 你覺得這個痛 一直很擔心 覺得很擔心 覺得 會不會 一直都在 不會好 亦都會 有這些思想 甚至乎 過往兩個星期 你覺得因為這個痛 你不能夠享受到 你生活其他部份 如果 觀眾朋友們 聽完這些對話 你覺得 是的 我都好像 中了這些問題 你就要 小心 這個 你現在有的 腰背痛 有機會 導致你 長期 會有這個痛 纏繞不散 這裡 我給大家一些 提示 有一個 CPR 這三個字 去對應 給你 是令到你覺得 其實 這個痛 其實也有一個 有機會 它會慢慢地好 亦都可以 令到你的痛 越來越少 或者是 令到你生活 過得更加美好 我們喜歡說的字 更加圓滿 C就是什麼 Connection 很多時候 有一些痛症的朋友 他會覺得 很無奈 這個痛 那麼久 都不會好 全世界沒有人 是這麼痛 只有我 一個人有這種痛 所以這個想法 其實是很容易 跌入一個深淵 其實是 可以這樣想的 我們Connection 連結 就是你多些 和別人溝通 去說 你這個痛 正確 你就要找一下 物理治療師 找一下 一些痛症的專家 其實 和他們說一下 你心裏面 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所以你需要連結 connection 去了解 痛 帶給你一些意義 和意思 和他其實 全世界 不會得 你一個這樣的痛 因為 在痛症的專家 他的診所 每天都會有 處理 這種痛症的人 所以你真實地 去連結 一些你的朋友 或者 把你這個痛症 和人溝通 這個很重要 connection 第二就是p p就是positivity 正向的思維 剛才也有說 有些朋友覺得 不會好的 實際上 你可不可以 令到你 轉化這一種 負面的思想 去到覺得 其實 他是有個痛在 但是 我可不可以 有一些正確的方法 令到自己 好 或者是 令到自己 可以生活更加好 在思想上 改變到你的命運 就是positivity 正向的思維 自己其實 跌入深淵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建議 大家 找找一些 老友 他們 一直是帶給你 歡樂的 positivity 朋友 你和他多溝通 去吸收一下 他們的正能量 一起去 咖啡店 喝咖啡 一起去一下 旅行 一起 去做一些 你平時不會做的事 positiv 好 最後一個字 就是 resilience resilience 這個英文很特別 它是 可以翻譯成為 一個回復力 回復力 或者是一個 調解 這種回復力 就是 當你有這個痛的時候 你覺得 很困擾 很煩 看了 醫生 吃了藥 那個痛好像還沒好 那麼 你的身體的回復力 是有多少呢 那個度數是有多少呢 那怎樣才可以resilience 回到一個 甚麼state 我們叫peaceful的 一個 安場 平靜 的一個心態 因為當你 那個人 很擔心 困擾 那時候 其實你的心態 就是處於一個 不好 一個 negative 的state 狀態 我們可不可以回復 好像這個 湖面 它那些漣漪 其實是 很細微 不會 波浪得很厲害 這個是河口湖 不是海 有沒有可能可以由一個 大海 那麼波濤洶湧 的一個state 就是去回一個 很平靜的 resilience的狀態 我們要re gain 這個回復力 要re gain 這個回復力的話 需要一個 很好的一個心態 亦都是要跟大家 去分享一下 如何 令到自己可以 令到 得到這個回復力 所以呢 C connection P positivity R resilience 這三個東西 C PR 大家可以 留意多一點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 對於 chronic low back pain 的一個了解 可以知道多一點 以及 你的痛 是如何產生的呢 如果它變得 纏繞不散 後 究竟如何處理呢 都給大家一些 答案 將會再給多一點 不同的方法 和大家說一下 如何解決 chronic low back pain 的問題 好嗎 好 我是莊子老師 一起為世界 創造無痛苦條件 下集見 拜拜 拜拜